那个年人又讨人喜欢的网恋对象 每次和他吐槽我那讨厌的高冷笑话死对头时 他都一愤填膺 嘴甜哄我的劲比我死对头讨喜一万倍 但直到我喝醉酒缠着要和他视频 屏幕上出现了死对头那张美丽又生人无尽的脸时 我人麻了 就在刚刚 网恋对象邀我打牌位 我真的很想戴上耳机痛痛快快地打几句 可是看了看手中的吸体测 又只能认命地埋头苦 拿起手机回复他 现在不行 我还在学校自习室刷题 就我经常和你说的那个死对头笑话 上次模拟考我就差一点点就能超过他得第一了 最可恶的是他还对我冷嘲热讽说我猜 你说他是不是有病 有什么好得意的 下次考试我就把他反抄 狠狠嘲笑他 网恋对象直接顺着我的情绪开喷 他装什么装啊 好像个神经病 骄傲什么呀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下次考试我宝宝肯定能超过他 没准他是用了什么科技才考到第一的 实际上连中等水平都没有 还敢说我宝宝猜 他才是最菜的那个大白菜 抱抱抱抱 画个圈圈诅咒他考试忘带准考证 我本来还想继续和他一起骂笑话 但是这时图书馆管理员来催我离开 要闭管吧 我只好收拾好书包离开 出了图书馆大门后 我来到了旁边的一家便利店 打算买点吃的当夜宵 谁知刚进门便看见了死对头笑话也在便利店里 他拿着购物栏站在保鲜柜旁 伸手拿了一份便当 微微拧起眉头看着包装上的配料表和生产日期 轻瘦少女上身穿着一件白色本袖 胸前是个简单的图案 领口有些低 露出精致白皙的锁骨 这时他从口袋里拿出手机 指尖轻点像是在给谁发消息 然后发完消息就把手机揣回口袋 走去收银台结账 此时我的手机刚好震动了两下 还是网链对象发来的 宝宝别不开心了 等下上游戏我把最新出的时装送给宝宝 我正要恢复 那个死对头笑话已经结完账走了出来 他看见了我神情带了一丝细血 不仅不慢地向我走来 鹤墙 鹤小菜 你怎么在转 难道是来给便当做配菜的 马上又有模拟口 我等着看你的成绩 别让我失望 我气得抬手就要派他 他一个闪身跑走了 我随后也追着他跑 这个巴掌我一定要打到 到了家简单收拾一下后 我就趴在床上和网链对象一起上游戏刷父母 可能是被柳如烟犯的剑气道 我总是觉得网链对象的声音和他的声音很像 尤其是刚刚副本通关时 网链对象嘴意洋洋的语气 恍惚间让我觉得他就是柳如烟 宝宝 时装已经给你送过去了 快换上快换上 我们穿情绿装 他在电话那头喊我 我领了邮箱里的礼物邮件 然后一件穿戴 犹豫了一会儿 我还是决定试探一下 别让我失望 你把这句话重复一遍 为什么要说这个 不要 除非宝宝哄哄我 怎么哄我之前可是和宝宝说过的 宝宝可别告诉我没记住 好吧 我酝酿了半天 然后夹着嗓子甜蜜蜜的叫了句 姐姐 不是这样 老 老婆 你快说别让我失望 宝宝尊无情 然后他在电话那边干咳了几声 把自己的声音加成了一种低沉的嗓音 别让我失望 好吧 这样确实和柳如烟一点也不一样 至少性格差很多 网链对象对我很宠很温柔 不像柳如烟那样天天把我惹毛 对局开始了 我专心致志打游戏 可是网链对象却开始了 他的十万个为什么 为什么突然让我说这个 如果我不说你会怎样 这句话明明很中二 我被他烦得不行 只能实话实说 没什么 你不说其实也没关系了 就是有时候感觉你的声音 好像那个死对头笑话 那个暴力狂 我们班都在传柳如烟是个暴力狂 几个月前有个男生突然转学了 走之前他当着全班的面 控诉柳如烟打他 他说他当时只是去问柳如烟一个数学体 可是柳如烟却觉得他笨 怎么都教不会 就把他打了 还说柳如烟已经给他造成了心理阴影 他就不能待在这了 就选择了转学 班里也有几个人看见了他和柳如烟在教室吵架 然后那个男生胳膊上轻一筷子一筷 我当时还惊讶了好一阵 表面上是老师的好宝宝 同学的好朋友 结果竟然打男生 真是个暴力狂 没准以后他结婚了还会家暴他的丈夫 我那时候几乎天天都在和网恋对象骂他 我怎么可能和那个暴力狂一样 乌乌宝宝竟然这么想我 我好难过乌乌 好了好了 不像啊 别生气别生气 那你再哄哄我 我还要轻轻 就是想让老公宠我一下下 他的语气十分欢喜雀跃 如果爱意能具象化 那估计我俩的手机里会冒出好多好多小爱心 我们一起打游戏到深夜 抬头一看表 好家伙十二点多了 明天还有课 我连忙和网恋对象说不打了 准备睡觉 可是这时我的肚子咕噜噜的叫了起来 想起从便利店买了夜宵的 于是我下床去拿吃的 结果找了一圈 也没找到买的吃的放哪了 我努力回想着 糟糕 买的东西落在便利店没拿 当时只顾着去追柳如烟了 便当随手就扔在了一旁 我只好垂头丧气的回到了床上 电话还没挂 我和他习惯了连麦睡觉 宝宝是不是饿了 我都没跟你说了 你怎么知道的 我听见你的肚子咕噜咕噜叫了 宝宝肚肚肚打雷了 肚子叫声有那么大吗 这你都能听见 外卖给宝宝点好了 估计一会就能到了 宝宝吃饱饱才能睡好 不多时门铃响起 外卖果然到了 是我爱吃的还是炸鸡 炸鸡不配饮料怎么能行 我就去厨房翻翻找找看看 还有没有什么饮料 找了半天还真是啥也没有 只有俩月前 自己跟着网上叫成酿的酒 算了 酒也算半个饮料吧 凑合喝 我就一口炸鸡一口酒 大块朵银 米酒甜丝丝的 不知不觉一整罐都被我喝完了 酒足饭饱后 我喜满意足的想回到床上睡觉 结果刚站起来就感觉一阵天旋地转 看别的东西也是晃来晃去的看不真气 完蛋 我好像喝多了 看来是我低估了那个酒度 我扶着墙慢慢走回了卧室 宝宝你吃完没 吃完睡觉了 再不睡明天起不来了 等一下 我给手机充个电 定了定神 好不容易摸到了手机 连上充电器 盖好小辈子躺下 我猛然间意识到一个问题 我还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呢 我便把手机放在枕头边 冲着电话那边的他撒娇 老婆 这么长时间了 我还不知道你长什么样子呢 他被我那一声老婆叫的心花怒火 宝宝乖 那我给宝宝发照片 我拧巴着说不要 照片可能是网络 我要视频 不行不行 我要视频 照片上的老婆肯定没有视频里的好看 他貌似有些迟疑 我刚洗完澡 头发还没擦干 等我弄好再打行吗 我却一刻都等不了 在床上阴暗的如动扭曲的爬行 没等他说什么 直接打了视频过去 片刻后视频通话被接通 屏幕那边的人靠在沙发上 头发湿湿的 还往下滴着水 看来是刚洗完澡 睡衣领口鹤墙敞开 露出精致的锁骨 和漫画里的女主一样 都刚好长在我的审美上 但是这些组合起来 就和我的死对头柳如烟长得一样 她不会就是柳如烟吧 信息量太大我无法接受 连忙飞快地挂了电话 网恋对象竟然是我的死对头柳如烟 天天叫我小菜的那个柳如烟 一天不揉我就浑身难受的柳如烟 这太离谱了 怎么这要强就是她 但是事实就是如此 我又不得不接受 我回忆着网恋相处的种种戏子 我怎么就没察觉到她就是柳如烟呢 早知道就先看看照片了 我的脑子要过在了 随即我又意识到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她有没有看到我的样子 有没有认出我就是她天天嘲讽的小菜贺墙 要是认出来了 我真的怕这个暴力狂把我拎出去揍一顿 我的罪欲睡意都没了 内心十分焦灼 看我突然挂了电话 柳如烟很明显有些慌 宝宝你原呢 为什么挂掉了 宝宝你是不是嫌我长得丑乌 嫌我长得丑也没关系 我可以去学化妆 你喜欢什么样的我就化成什么样的 我刚洗完澡 可能会有些潦草 我给你看我平时的照片 接着连发三张照片 我平时是这样的 应该看着顺眼一些吧 宝宝你离我一下好不好 不要不说话 我好害怕呜呜 如果说我刚刚还能强撑着给自己洗脑 让自己认为世界上这么多人 她没准只是和柳如烟壮脸的话 那她发来的几张图片就坐实了 她就是柳如烟 图书馆安静地看书 林荫小路上的闲情散步 甚至环境都是学校里的 和我同一个学校里的 我直接破防了 为什么偏偏是柳如烟 柳如烟也彻底慌了 宝宝你说句话呀 宝宝求求你了你离我一下 还发了好多个又哭又闹的保情包 如果我不知道她是柳如烟的话 我还能觉得这样很可爱 但是我知道她是柳如烟的时候 只觉得毛骨悚然 平时会戏弄我嘲讽我 质疑我的柳如烟 竟然会如此喜欢我 宠着我呵护我 这反差能不能再大一点 我再三思索 还是决定问问她有没有看到我 你有没有看到我的样子 她很激动 看到了 宝宝是个帅气宝宝 我还寻思我这头发乱糟糟的 还穿着松垮的睡衣 怎么看出来帅气的 不过瞬间宝宝就挂了 我只看见了宝宝的脖梗和肩膀 好喜欢 话说宝宝的睡衣是不是太大 要不宝宝换一肩膀 我给宝宝买 要是这样的宝宝 让别人看去我会发疯的 这甜言蜜语 我真的差点就能骗过自己 假装不知道她是柳如烟了 只好借口去洗澡 先结束了对话 再好好考虑一下 我细细地翻了一下 我和她之前的聊天记录 还是无法相信这就是柳如烟 因为是高中 学校不让带手机 虽然自己偷偷拿了 不过班级群什么的还是没有的 只有爸妈手机上的家长群 但是家长群里柳如烟肯定也不在 我在列表里翻来翻去 终于找到了柳如烟的后桌 他俩还住在一个社区 应该会有联系方式吧 我忐忑地给他发去了消息 同学睡了吗 你有没有柳如烟的微信啊 那边回得到挺快 有啊 你怎么突然找他了 你俩不是一直不对付吗 难道你要找他打架 打架 我才不是和他一样的暴力狂 没有没有 我不找他 你把他微信界面截图发给我行部 同学很温暖我要干嘛 但还是给我截了 我向他连连倒写 然后点开截图细细查看 头像网名跟姓千名 全都一样 好吧实锤了 我的网恋对象就是柳如烟 这下悬着的心终于死了 同时我还有些好奇 他难道也一点都没察觉 我就是天天被他嘲讽的小菜喝巧 这时柳如烟又发来消息给我 宝宝你看 我把后天五一假期出去 要穿的衣服拿出来了 你看看哪个好看 我瞬间虎去一阵 五一假期我俩约定好了要本心 后天就是了 不行不行 我得尽快跟他解释 还是不行 这怎么能解释得通了 要是和他说了我就是贺强 他这个暴力狂不得把我拎起来 当沙袋一样的 还是分手吧 对 立刻分 于是我开始疯狂想借口 肯定不能跟他说实话 但是也不能找个太无厘头的借口 想来想去 还是说他长得不是我喜欢的类型靠谱 但是他确实很戳我的心 太危险了 我咬了咬牙把心一横 不看了 不去了 为什么呀宝宝 我做错了什么吗 他好像可怜巴巴的小狗 求我不要抛弃他 我继续狠着心灰 我对你不是很感冒 就不要浪费时间了 隔着屏幕都感觉他要急哭了 宝宝你喜欢什么样的 我都能改 我们好好说行不行 别分手 不行 柳如烟这次没有发消息了 直接谈了几个语音通话过来 我全都拒绝了 对话框里显示他一直都在输入中 别不要我 他的信息源源不断的发了过来 我没回他 他又打了几个电话过来 他是真的急了 他之前打电话都会先问我可以不可以 很尊重我的意见 但是我也是真的很崩溃啊 这让我怎么接受这个现实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长痛不如短痛 直接右上角点开 然后拉到下面一键删除 一切都结束了 网链就这样 只要把对方的所有东西从手机里删除 那么他就好像从来都没出现过一样 一点存在过的痕迹也没有 手机被我扔在一旁充电 我的心里好像堵了一块大石头 让我喘不过气 网上这么多人 为什么遇到的偏偏是柳如烟呢 而且我平时跟他吐槽的竟然是他自己 他有没有察觉到那就是自己 我又下意识地去找我和他的聊天记录 可是点开我才想起 我刚刚已经亲手删了他 我打开相册了 里面还留着一些聊天记录和游戏里的截图 我一个一个细细地看着 仿佛能透过这些图片 穿回之前甜蜜的时光 我和他是在一款古风武侠游戏里认识的 我习惯默于百万 所以自己的装备不好 好美啊 通关之后我果断私信他道谢 看看能不能把他拐来一起玩 他很高冷地拒绝了我 本来以为就到此为止了 但是后来我又阴差阳错地进了他的副本团 我直接恨不得挂他身上 像个狗皮高药式地黏着他 他被我的诚意打动 但是也可能是被我烦得实在没办法 终于答应跟我玩了 我们还把游戏里能见的关系和羁绊都弄了一遍 从相识到相恋 那段相处的时间 是我枯燥无味的生活中唯一的一束光 我怎么不珍惜呢 我埋在枕头里痛苦 是谁不好 偏偏是柳如烟 辗转反侧终于熬到了第二天 我顶着两个熊猫眼去上学 我前桌曹旭坤看见我这副样子 从包里拿出眼贴 你这咋了 状态这么不好 我接过眼贴和他倒了血 将眼贴敷上 没什么没什么 熬夜打游戏来着哈哈 只是熬夜 那为什么你眼睛还肿了 是不是哭来着 没有没有 我只是水喝多了 水肿哈哈 曹旭坤疑惑地看着我 但是也没有多问 我刚刚看见柳如烟了 他的心情很不好 脸色阴沉沉的 老师叫他去办公室商量数学竞赛 他都说不去了 什么 不去 他怎么能不去 曹旭坤被我吓了一条 你干嘛呀 一惊一乍的 他不去你就能替他去了 这可是高考加分项 你白减这个机会难道不高兴 我心里五味杂陈 绝对是因为我和他分手 才让他这样的 虽然说我们是死对头 但我不能否认他优秀 和他斗智斗勇 我总是能逼着自己进入 他的存在让我的学习 生活充满了挑战 况且他还是我 深深爱过的网恋对象 我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他消沉下去 也许我应该去和他谈谈 但是我还在纠结一个问题 他到底有没有认出我呀 应该没有吧 但是万一呢 我努力回想 我有没有在和他相处的时候 露出蛛丝马迹 但是太多了我不能判断 哎 还是冲动啊 不能直接删的 拉黑了还能看一下聊天记录 这时柳如烟走进教室 他的座位在我斜后方 他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硬策策地盯着我 糟糕 他不会认出我了吗 他不会要打我了吗 我慌得不行 紧张了一上午 柳如烟没来找我 什么都没发生 我松了口气 看来他是没认出来 中午和曹旭坤去食堂吃饭 我去窗口买完饭 回来挨着曹旭坤坐下 发现柳如烟就在食堂门口 他的目光四处巡视 好像在找什么 怕不是在找我 我真的恨不得 钻进桌子底下吃饭 谁知柳如烟静止走向我 居高临下地看着我说道 放学奶茶店等我 我有话跟你说 看着他红肿的双眼 憔悴的面容 我张口想要拒绝的话 变成了顶头 放了学 我和柳如烟在学校旁的奶茶店碰面 进店之后 我静止要了一杯茉莉奶绿 和芋泥波波奶茶 网恋的时候柳如烟说过 他最喜欢的奶茶 就是茉莉奶绿清新简约 没有那么多华里胡哨的小料 我将茉莉奶绿递给柳如烟时 他面露不解 我貌似没告诉过你 我喜欢喝这个 又完蛋了 他确实没在现实里跟我说过 我只好找了个别角的理由 搪塞过去 哈哈哈哈 那啥 你不是狮子座吗 我看网上说狮子座都喜欢喝这个 柳如烟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我貌似也没告诉过你 我是狮子座 我真的要破防了 让芋泥波波奶茶里面的波波 噎死我了 我强装镇定 假装咳嗽了几声 嗨嗨 那个 你不是说有话对我说吗 你要说什么 柳如烟盯了我好一会儿 他深邃的眼眸仿佛要将我逆进去 我低着头等他宣判我的死期 克强 你是班长 有权限 我想拜托你帮我办点事 拜托这个字眼从他嘴里蹦出来还真是稀罕 什么事 帮我屁个谣 屁谣 什么谣 暴力狂打男生 他懊恼地戳了戳奶茶杯 咱般有人对我误会很深 纪伯昌的转学跟我没关系 我没打他 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 凡事不能只听一面之词 万一当初纪伯昌就是想往柳如烟身上泼脏水 柳如烟把手机从书包里翻出来 找到了当初教室里安装的监控录下的视频 画面里纪伯昌拿着练习册坐在了柳如烟对面 让柳如烟讲题 可是他并没有认真听听 而是悄悄脱掉了右脚的心 用脚蹭柳如烟的腿 柳如烟猛地站起来直接要离开 纪伯昌拉住柳如烟的手 向他诉说自己暗恋了他多久 有多么多么喜欢他 为他做什么都愿意 还试图往柳如烟身上贴 柳如烟很坚定地拒绝了他 一直和他保持距离 纪伯昌剑求爱无果 恼羞成怒抓乱了自己的头发 把胳膊网桌撞 出门逢人就说柳如烟打他 原来事情是这样 柳如烟不是暴力狂 从来都没有打过人 原来是这样 你当时怎么不澄清一下呢 我当时说了我没打他 说了好多遍但没人信我 好吧好吧 原来这么长时间我们都错怪柳如烟了 确实也应该还他清白了 贺强 你能办好对不对 能帮我澄清对不对 没问题 现在看来柳如烟还不知道网恋对象是我 只是确定了人和他是一个班的 好那就拜托了 我们加个微信吧 说着柳如烟调出来他的微信二维码 加微信 我瞬间愣住 对啊 我得知道澄清计划的具体情况呀 难道不行 可 当然可以 我连忙切换到我的小浩 扫上了柳如烟的微信好友 柳如烟在我的朋友圈翻了翻 又看了看我的头像 小浩自然是什么都没有的 他也看不出什么 好了 没事了 我们走吧 我们便各自回了家 这一天就这么过了 发生了很多事 主要是彻底改变了我对柳如烟的看法 原来之前的那些都不是真的 没了暴力狂的标签 我对柳如烟已经没有什么意见了 我重新拿起手机 盯着柳如烟的微信界面发呆 如果昨天我没喝那个酒 不缠着他打视频 没有什么意外 那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呢 或许在游戏里贴贴 或许打电话聊着今天的所见所 或者会一遍一遍的重复明天的日程 在哪见面去哪来 然后吃什么好吃的 又或者他把衣柜翻个底朝天 让我帮忙选最适合他的穿搭 理想很甜蜜 但是现实很冰冷 柳如烟啊 商界巨饿柳家最疼爱的女儿 而我只是一个小门户家的孩子 碰巧和他考进同一所高中 我们之间的差距真的太大 罢了 总不能一直活在自己的梦境里 早点面对现实也好 比起见面时的差异一律甚至是冷淡 现在分手也不是个坏结局 我强迫自己不去想柳如烟了 抱着辈子睡觉 一夜无梦 睁眼已经十点了 我们之前约定的时间是十点半 在海边的一个咖啡厅 我并不打算去了 去了干嘛 给他一个惊吓 我继续躺在床上摆烂 来回刷着手机 到十点半的时候 柳如烟突然更新了朋友圈动态 你会来吗 地点就是我们约好见面的海边咖啡厅 配图是两杯咖啡 还有我最喜欢的黑森林蛋糕 我有些不解 他自己去了咖啡厅 还在朋友圈发了动态 那么他知道我一定会看到 我是不是已经露线了 我把自己整个人都埋在被子里 像个鸵鸟一样逃避现实 他等的不是我 对不是我 柳家小姐难道还会缺约会对象 可惜还是给自己洗脑失败了 自己主观再怎么否定 潜意识还是不自觉的往柳如烟靠 我再次拿起手机 刷新了朋友圈 柳如烟果然又更新了 这次是个海景的佩妥 大海很美海风也很温柔 此时此刻如果你在我身边就好了 我再次变成了鸵鸟 逃避一会儿现实后 我把手机扔到一边 起床吃饭 一直到吃完饭我都没再看手机 突然来电话了 这让精神高度紧张的我鼠式被吓了一条 我忐忑不安的拿起手机看来电显示 是曹旭坤打来的 你快看 柳如烟朋友圈 柳如烟一定是在等什么人 万年冰山笑话怕不是谈恋爱 你嫁了柳如烟好友 怎么不早说 害得我还专门跑去问他后桌 我没有啊 这是柳如烟后桌发给我的 我俩最近听好的哈哈 则恋爱的酸臭味 我没心思想太多 反复看着朋友圈 柳如烟发了所有人可见的朋友圈 这等于是半个官宣了吧 他到底知不知道我就是那个网店对象 如果不知道 那这个朋友圈他为什么会发出来 等等 我为什么会纠结这个问题 不是说好不去了就不想这些了吗 但是我猛然发现 我已经不自觉地打开了衣柜 拿出了我最帅气的衣服 我盯着柳如烟的朋友圈 反复拷问自己的内心 最终还是深深吸了一口气 快速收拾好自己出门赴约 网约车的终点是海边咖啡厅 但是按照我们之前一起订的计划 现在应该在市中心的 蓝氏大厦顶层的旋转餐厅吃饭 果然半路上我在看朋友圈时 柳如烟发了个新的动态 图片上可以看出地点 就在蓝氏大厦旋转餐厅 都是你爱吃的菜 我等你来 我猛然明白了 柳如烟发这些朋友圈的愿意 他肯定知道网店对象就是我了 这些就是引着我来的 算了 该来的还是会来的 与其每天战战兢兢的相处 倒不如把话说清 旋转餐厅没有预约是不能进的 本以为我要被迫给柳如烟打电话 让他接我过来 我刚下车还没进大厦里面 就有一个管家装扮的人过来迎接 贺先生 我带您去餐厅 果然 柳如烟早就认出我了 可是会是什么时候呢 管家将我带到柳如烟定好的位置 这大概是整个餐厅事业最好的位置 放眼望去窗外美景一览无语 柳如烟见我来了 眼睛像星星一样亮了起来 起身帮我落走 右递给我一杯气泡水 我就知道你会来的 可是你是怎么知道你的网链对象是我 你什么时候发现的 你把我删了的第二天早上 我跟我后桌在一个社区 我俩早上一起上学的时候 他和我提起来你要我微信截图的事 之前我只想到过网链对象是我们班的 他这么一说 我就基本确定是你了 原来他真的早就知道了 我还自作聪明 柳如烟端气手里的饮料抿了一口 笑着和我解释 你说要分手 我真的超级难过超级委屈 你还直接删了我 我笑成了好久好久 可是从删了你到现在一共才三天 这不重要 你匆匆挂了电话的反应让我很不解 思来想去我只能确定 你肯定是认识我 然后后面你还对我冷言冷语的 我能断定你还有些讨厌我 然后根据你说的差一点超过那个笑话的第一 那个笑话还对你冷嘲热讽 还有暴力狂什么的 我就基本确定你说的就是我 能让我冷嘲热讽的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你贺强 当时我就怀疑是你了 那你怎么不问我呢 而且你都怀疑我了你还 我也只是怀疑 万一真的是巧合呢 左右今天奔现 我倒要看看是不是你 好了现在你知道是我了 我们之前的关系可能有点强 那现在你打算怎么办 柳如烟突然抬头看着我 眼角红红的 委屈巴巴的吸了吸鼻子 搬着椅子坐到了旁边 宝宝你不可以不要我污 我嘴里的气泡水差点喷他脸上 不不 柳如烟你别这样 柳如烟的表情更可怜了一些 我翻看了之前的记录 你讨厌我的几点就是 对你嘲讽 还打压你 见不得你比我强 但是这些都是建立在我是暴力狂的偏见上 现在我是暴力狂的谣言已经澄清了 我除了调侃你说你是贺小菜 我还干过别的吗 我愣了愣 好像确实如此 因为一个偏见 我把他默许有的缺点无限扩大 而且宝宝 我很守女的的 纪博昌找我时 我在和你网恋 我对他可是言辞拒绝 坚决没给他一点机会 他故意往身上蹭 我回家就把那天穿的衣服全扔了 还洗了好几遍脏 可惜还是被他造谣了 宝宝对我有了很大的误会 是啊 这误会可真不小 谣言真的害死人 我们可以不分手吗 宝宝我好想你 不和你连麦我都睡不着 这几天我又何尝不煎熬呢 脑子里都是他 无时无刻不想着他 我用大号把他加了回来 我们之间的氛围也变得轻松了起来 这次的奔现绝对不算失败 倒也不能说是有多成功 不过一点点成功还是有的 然后班里又有了一个新八卦 柳如烟那天等到自己要等的人了吗 放假回来 同学还在叽叽喳喳的八卦这件事 曹旭坤更是兴奋 强哥 好喜欢和宝宝一起去食堂 好喜欢和宝宝一起放学 他不停地碎碎念 我都快睡着了 柳如烟越来越像个黏人小狗 强哥 你有没有听我说话 曹旭坤伸手推了推我 你在发什么呆 我回过神来 没有没有 他等谁不要紧 到时候就会知道了 克强你好敷衍 曹旭坤不满地抱怨 此时柳如烟从门外进来 目光冷冷瞥向我和曹旭坤 他发什么神经 曹旭坤明显被吓到了 克强 我好像被柳如烟讨厌了 该不会他听到咱们说他了吧 我安慰曹旭坤 让他不要多想 可是事实证明他没有多想 放学后大家都走了 我今天值日 等我做完班物才收拾书包准备走 柳如烟突然出现在我身前 吓了我一跳 宝宝怎么可以让曹旭坤离你那么近 柳如烟又委屈地哭诉 我宠溺地摸了摸他的头 好好好 以后不管男的女的 我都离他们远点 我的反应貌似出乎柳如烟意料 他开心地笑了笑 手指轻轻在我的脸上揉来揉去 他上翘的嘴角唇唇一动 柳如烟的唇形真的很好看 想亲 事实上我也这么做了 我拉下他的脖领让他低头 然后在他的唇边 蜻蜓点水般地落下一度 柳如烟呆呆住了 我有些好笑地看着他 纯情小女生 好半天柳如烟才反应过来 他强势地将我抵在墙边 抬头吻在我的唇上 柳软清甜如棉花糖般 轻的仿佛浅长折脂 却又在慢慢加身力道 吻得人心乱如麻 安静的教室忽然传来一声尖叫 我和柳如烟赶紧分开 失望了拿东西回来取的同学 我什么都没看见 你们继续 他拿了东西就落荒而逃 空气突然安静 现在怎么办 柳如烟不确定地问我 官宣了 就算不官宣 明天全班也知道的差不多了 好 柳如烟牵起我的手 拍了个照片 然后发了朋友圈 他来了